你是否有曾幻想过人类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机器人的崛起是否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在过去,人们也总是会向往美好的未来 因为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而正是有了过去人们的幻想才有了追求 我们才得以享受如今这个美好的时代 而这种存在于人们幻想中的世界 就被称之为乌托邦 大家好,欢迎来到艾伦的阅读空间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本改变每个人的三个狂热梦想 这本书的作者是罗格·布雷格曼 一位出生于荷兰的历史学家 同时也是作家、记者 以及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 布雷格曼一生都在这里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乌托邦 他认为人类的生活质量对比几个世纪以前有了质的飞跃 但尽管如此 人类的生活水平距离真正的乌托邦仍然十分遥远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自从1980年代后 尽管全球的财富水平已经大幅提高 但为什么人们在工作上付出的心力却越来越多 尽管各大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足以彻底终结贫穷的问题 但为什么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处在贫困的处境中无法脱身 另一方面 一个人的未来为什么与出生地息息相关 你的收入为什么有超过60%取决于你出生的国家 这些都是这个时代人类所面对的难题 所以为了人类社会在未来持续的进步 作者便写下了这本书 并提出了三个能够改变人类的狂热梦想 希望能够打开读者们的思维框架 引导人们往真正的乌托邦迈进 书中所提到的三个狂热梦想 也许前卫 也许也会有人说作者天马行空 异想天开 但是请听艾伦我替你娓娓道来 也许你会被作者的超前思维方式给震撼 在那之前 如果你对各种书籍的内容加兴趣的话 就别忘了订阅艾伦的频道哦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艾伦新影片的通知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 就让我们从历史教训开始说起 要是你通晓人类的发展时 你就会知道 人类在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都比现在来得糟 在世界历史中 将近99%的时间里 大部分的人们都饱受贫穷 饥饿 肮脏 愚昧 或是疾病的摧残 1347年爆发的黑死病 以及1520年首次记载大流行 并且令人闻风丧胆的天花病毒 都充分表示了人们在过往的生活水平 但是就在过去的200年来 一切似乎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在全球数十亿人中的一小部分 突然变得富裕 营养充足 干净 聪明 以及健康 从这时候开始 世界就有了巨大的改变 要知道 在1820年之前 全球人口还有84%的人 活在赤贫状态中 但是这个比例 到了1981年 就下降到了44% 在短短数十年后的现在 更是已经低于10% 如果这个趋势维持不变 那么长期存在于 人类历史中的赤贫现象 将能够得以消除 而即便是目前 被经济学家们 归类为贫穷的人口 生活状况 也远比数个世纪前的穷人们 来得安逸 在这段时间中 人类文明经历了爆炸性的成长 再经历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 英国的争气与工业革命 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爱迪生发明了灯泡 以及火药的发明等 种种伟大的事迹后 世界各国的经济 都开始踏上了一波 不可思议的浪潮 要知道 在过去的200年来 全世界人口的数量 以及财富 都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 你知道吗 目前的全球人均收入水平 已经是1850年时的10倍 目前全球所拥有的财富 是英国发动工业革命之前的250倍 这就代表着 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时代 对比过去 还要富裕与繁荣 这就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最佳体现 但同一时间 这就会让人不禁开始幻想 我们人类未来的生活 究竟会是怎么样的 正是因为过去的人们 都活在糟糕的环境中 导致了所有人 都向往美好的世界 曾经 英国哲学家 汤马斯摩尔 将自己对未来的崇敬 写进了乌托邦一书中 并创造了乌托邦这一词 指的就是人们幻想中 一个完美的世界 在中世纪的欧洲 就流传着一个生动的梦想 那是一个叫做科凯恩的地方 这里是人间天堂 河流中流动的 不是溪水 而是葡萄酒 空中飞着烤鹅 树上长着煎饼 而且热腾腾的糕点 还会从空中掉下来 农夫 工匠 以及所有人都一律平等 并且共同地躺在太阳底下休闲 在这里 一切的生活都是那么的美好 人们不需要工作 同时也不需要担心衣食住行 当然 这只是人们的幻想 但是这些幻想 在人们心中 都种下了一颗名为乌托邦的肘子 促使人们向往更美好的世界 时代正在进步 这点是各位都有目共睹的 不仅人类的生活水平 以及健康得到了大幅的改善 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聪明 教育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除此之外 在贫穷的地区 挨饿的人口也越来越少 在21世纪这个纷扰的时代 我们也许无法从空中抓下烤鹅 但是营养不良的人口 已经从1990年以来 减少了30%以上 在非洲地区 儿童以及产妇的死亡率 也有了大幅的下降 在疾病方面呢 过去 天花这个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致命杀手 对人类的生命威胁 可以说是被完全消除了 作者将我们目前所处于的时代 与环境称之为 在这个时代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过着安全 健康 以及富裕的生活 早在1989年 美国哲学家法兰西斯·福山 就提到了在这个时代 人类的生活目标 已经从追求生存 转换成了计算经济 无穷无尽的解决技术问题 以及满足挑剔的消费者需求 说到底 目前的经济模式 就是围绕着这几个核心方向在运行的 昔日 人类面对生死考量 以及艰苦严酷的生活 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 我们活在一个富有 且过度充裕的时代 但同一时间 这个时代又是多么的惨淡 尽管教育 社会福利 以及健康保健的水平 已经大幅提升 但是实际上 21世纪的大学 已经沦为工厂 不停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 创造劳工 不仅如此 还有医院 学校 以及电视台 都是如此 为了追求财富 人们日移寄业的工作 日复一日 重复着枯燥乏味的生活 导致了这个时代的我们 普遍上都面对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 想象不出更好的世界 根据爱尔兰诗人 奥斯卡 王尔德的说法 一旦抵达了纷扰之地后 我们应该把目光 投向更远处的地平线 并重新扬起船翻前进 我们目前的生活情况 正是数个世纪以前的人们 所梦想的 也就是他们眼中的乌托邦 那么问题来了 在几十年后的未来 我们的世界 生活模式 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属于人类的下一个乌托邦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为此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三个大方向 也就是书名中 所标注的三个狂热梦想 作者写下这本书的目的 并不是要预测未来 因为没有人 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这本书的主要用意 是要开启未来 为人们提供数个 能够前进的方向 那么 就让我们从作者的 第一个梦想开始说起 在伦敦 就曾经有人进行过 这么一项实验 实验对象是13名流浪汉 在这群人中 更有人已经在伦敦街头睡了40年以上 为了驱赶这13个流浪汉 政府在经历支出 诉讼费用 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 总共花了估计40万英镑 而且 仅是一年的花费就有那么多 结果 流浪汉仍然在街头露宿 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 直到某天 伦敦的援助组织 大道 做出了一项激进的决策 那就是开始向这13位流浪汉 提供免费的金钱 每人将获得3000英镑 而且 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并且 流浪汉们能够自由选择 如何利用这笔钱 完全不受限制 万万没有想到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经过了一年后 他们平均只花了800英镑 而这13位流浪汉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的人借掉了毒瘾 有的人重新回归了家庭 有的人利用了那笔钱 报名参加了课程 学会了做菜 并且目前在厨房内工作 一位曾经的流浪汉说道 这笔钱赋予了我选择的能力 我知道我面对着怎样的困难 所以我能将这笔钱 专注地用在 解决这个困难上 简单来说 这笔钱彻底地改变了 他的人生 就像实验的结果 出乎了所有人的医疗 在政府经过了数十年 徒劳无功的推促 惩罚以及告诫后 这群流浪汉 终于在领了这免费的一笔钱后 离开了伦敦街头 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像实验所付出的总成本 在纳入了社工的薪资在内后 也不过只是5万英镑 远低于政府过去所花过的钱 就连经济学人杂志 都不得不提出这个结论 把钱花在无业有名身上最好的方法 也许就是直接将钱送给他们 贫穷的根本原因 在于穷人们缺乏现金 而不是缺乏治理 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缺少什么 而在《贫穷的本质》 这本书的影片中 我就有提到 穷人之所以无法脱离贫困 就是因为他们长时间都无法打破 收入范围的受限 这时候 如果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 并且在正当的运用下 这就足以让他们 逃离贫穷陷阱的无尽循环 其实 无偿提供金钱给人们 这个想法 看似疯狂又前卫 但是汤马斯摩尔 早在1516年时 就在他的著作《乌托邦》内 提出了这点 后来又有无数的经济学家 以及哲学家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学者们 都对此进行了实验 而这也就是作者提出的第一个梦想 那就是提供给全民的基本收入 更确切点来说 就是不论在开发中的国家 或是已开发的国家内 无论是穷人或是富人 政府都对所有人 无偿提供金钱 一笔足以维持人们生活花费的每月津贴 并且 人们不需要工作 或是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够得到这笔钱 这个梦想 听起来有那么点疯狂 对吧 在过去 就有许多学者们 对单一社群进行过测试 其中最有名的一项实验 就是加拿大的米康计划 在加拿大温尼泊 一座仓库的阁楼里 摆放了2000多个 堆满了灰尘的箱子 箱子内装满了各种文件 图表 以及报告 其内容就是关于战后历史上 最引人入胜的一项社会实验 那就是著名的米康计划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第一项基本收入实验 在1973年3月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省长 为米康计划拨款 当时项目所涉及的金钱数额 大约相当于今天的8300万美元 并选择了温尼泊西北方 拥有13000位居民的多分这座小镇 作为实验地点 这项实验的执行方法十分简单 就是对所有居民都分发基本收入 并确保没有人跌落贫穷线以下 在实验期间 一个四口家庭 一年所收到的款项 换算成今天的价值 大约是19000美元 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实验开始后 许多经济学家以及研究人员都聚集到了小镇旁 监督着居民们是否会因此而荒废工作 以及观察这个实验对各个家庭在生活 财务以及劳动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其实在实验中的四年内 一切都进展顺利 不过由于在之后的选举中 一个保守派的政府胜选上台 并认为这项实验 每年向中央政府索取庞大的资金 此外并无法提供什么实质的价值 于是 加拿大米康计划在1979年 被没耐心的政府勒领喊停 研究人员在百般无奈下 才将各种报告、资料以及图表 都打包进了那2000个箱子内 多分的居民以及各路经济学家 都对此深感失望 一开始米康计划就被视为一项事情实验 并将在不久之后 打算推广至全国 而就在政府喊停后 这项计划也就石沉大海了 事隔多年后 来自曼尼托巴大学的富杰特教授 在2009年发现了这些资料与报告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结果无论他怎么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都一样 那就是米康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实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 米康计划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与担忧 因为按照常理来说 如果政府年年提供保证收入 民众就会变得懒散 不再工作 并且开始大批生养子女 这也许就是加拿大政府 喊停米康计划的真实原因 富杰特教授说道 但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甚至出乎富杰特的意料 在米康计划推行的期间 青年推迟了结婚时间 生育率出现了下滑 而学生们的学业表现 也有了大幅改善 此外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男性 工作时长对比以前 竟然没有丝毫减少 新生婴儿的母亲 可以利用那笔津贴 给自己放几个月的育婴价 孩子也能得到充分的照顾 在米康计划实施了几年后 家暴的发生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心理健康的问题也减少了 总而言之 米康计划彻底地改善了多芬 这座小镇的样貌 人们的生活质量获得了提升 并持续地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这就证明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 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可是就目前为止 各国的政治人物与经济学家 仍然对此议题议论纷纷 并且看似没有实行的意愿 你知道吗 其实目前全球各国的财富 尤其是先进国们 已经到了足够支付美元一笔 客观的基本收入的程度 就拿美国作为例子 其实 若是要消除美国贫穷的问题 只需要1750亿美元 这笔数目甚至不到美国GDP的百分之一 同时 这笔数目 大约是美国每年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 可就是这么一笔有意义的花费 始终都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相比之下 根据一项哈佛大学的研究估计 美国已经在阿富汗 以及伊拉克的战争中 花了4到6兆美元 这可是1750亿美元的数十倍 这个数据表明了 全球许多已开发的国家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 就已经具备了实行 全民基本收入的条件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就是迟迟都没有实行 就如之前所说的 大众普遍上还是会担心人们 在拿了基本收入后 就会舍弃工作 最终导致少数人辛苦工作 养活大部分人的情况发生 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有不少的数据以及研究都证明 人类是一种奇特的生物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工作的 不论他们有没有工作的需求 实际上 没有工作会使人生感不快乐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 描绘了人类需求的五种追求 分别为生理 安全 社交 尊重 以及自我实现 当生理 安全 与其他方面的需求都被满足了之后 人们自然会设法满足更高级的需求 这时 人们甚至会乐意不计酬劳地进行劳动 为的就是创造价值 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看看那些退休的老人或是成功人士就知道了 他们也总会找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而对于穷人来说 基本收入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他们摆脱贫穷陷阱 并促使他们寻找真正具有成长与晋升机会的优质工作 进而提升生活的质量与品质 在这个时代 全球化正在侵蚀着中产阶级的工资 拥有大专文凭与没有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这时的政府必须要做出行动 帮助弱势族群一臂之力 以防止这个鸿沟越扩越大 而随着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成熟 相信在未来 就连专业人士族群的工作也可能慢慢地被取代 而说到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崛起 就不得不提到下一个作者所提出的狂热梦想 如果你向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询问说 21世纪人类将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答案也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那就是休闲时间 在1930年 全球经济正陷入大萧条的时候 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 就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发表了一场奇特的演讲 当时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 马德里已经是一片混乱 失业率的飙升已经彻底失控 同一时间 法西斯主义也正逐渐壮大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凯因斯却预测了在未来 人们将会在工作之余 拥有大量的休闲时间 并且就将会是人类在未来 所面对的一大挑战 人们应该如何运用 这突如其来的大量空闲时间 并且凯因斯还为他的论点 做出了一个量化的结论 到了2030年 人类平均一周的工作时间 就只会剩下15个小时 就在1930年 那个经济衰退 人们都找不到工作的关键时期 凯因斯的演说仿佛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让人无法理解 事实上 凯因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人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 美国的开国元老 富兰克林就曾经预测我们未来 一天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 除了工作以外 生活将会被休闲与娱乐填满 思想家马克思也同样盼望着未来 人们能够拥有充分的时间 能够上午打猎 下午钓鱼 傍晚饲养家畜 晚饭后评论时事 过着休闲又充实的生活 但显然过了那么多年 这些理想却迟迟都没有实现 相反的 在19世纪经历了工业革命 以及爆炸性的经济成长后 所带来的结果却正好相反 随着经济的成长 工作时长也一并成长 在英国曼切斯特这样的城市里 劳工们一周工作70个小时 已经成了常态 没有假期也没有周末 到了19世纪末 有些国家的工作时长 已经开始减少至每周60个小时以下 诺贝尔奖得主肖伯纳也曾经预测 照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在2000年 劳工一天只需要工作两个小时 但这个猜想就像是幻想一样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近年来 各国政府实行了劳工法之后 就才将一周的工作时长 限制在了40到50个小时之内 1926年时 亨利福特 也就是福特汽车的创始人 率先采用了一周工作5天的制度 大家都说他疯了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劳工们不在场内替他工作 那么福特还怎么销售他的汽车呢 可事实却证明了福特的这一举动做对了 亨利福特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 自然会将公司的利益摆放在第一位 他发现通过缩短员工的每周工作时长 能够提升他们的生产力 员工们也能够利用空闲时间 进行其他自我增值的活动 生活将变得更加充实 工作起来也更加卖力 在不到短短的十年间 福特的这项理论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就连在20年前警告人们 缩短工作时长将会摧毁经济的 全美制造商协会也转口 开始宣导美国拥有全世界最短的工作时长 人们将能在工作与生活中取得完美的平衡 可好景不长 在1980年代 人们工作时数减少的趋势陷入了停滞 与经济学家们预测的不同 经济的成长并没有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 反而是增加了人们的工作时长 在澳洲、挪威、奥地利、英国等国家 美洲的工作时长已经不再减少 甚至还有上升的趋势 美国也是面对着同样的情况 在这个国家立法通过 美洲工作40小时法案的70年后 仍然有四分之三的劳动人口 美洲工作超过40个小时 其实我们老早就应该实现凯因斯的预演 在迈入21世纪后 法国、美国、荷兰等富裕的国家 所拥有的财富 已经是1930年的5倍 然而 现在人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不是休闲时间 而是压力以及不确定性 面对当前的工作 人们可是打从内心深处 渴望工作时长的减少 美国的学者 曾经向一家公司的员工进行调查 询问他们宁可持续工作 并获得两周的额外薪水 还是获得两周的假期 结果 选择后者的人数是前者的两倍 英国人也曾经进行过一项调查 调查人员向员工们询问 希望中乐透 还是减少工作时数 结果都是一样 选择后者的人数是前者的两倍 一切的证据都显示 人们需要且渴望更少的工时 缩短工作时长 能够让我们把心智平宽 投注在其他对我们来说 也同样重要的事物 这可以是家庭 自我成长 健身 娱乐 参加社会活动等等 在每周工作时数最少的国家 也是同时拥有最多志工 与社会资本的国家 这点绝非巧合 福特通过实验发现 生产力与工作时长 并不会携手并紧 过长的工作时数 并不会带来额外的生产力 反而会导致员工越来越累 对工作丧失热情 可见在未来 机器人大量取代人力之后 人们可以拥有更少的工作时长 这从逻辑上来看 是行得通的 其实 有不少鲜明的迹象都显示 在现代的知识经济中 即便是一周工作40个小时 也显得太多了 在未来 人们将从劳动者的角色 晋升为监督者 主要负责监督机器的运作与效率 甚至 有许多的工作 已经开始被机器人给取代了 比如说工厂的生产线 人工智能股票交易程序 以及未来的自动驾驶等 都是人类在缩短工作时长这条道路上 所做出的贡献 同时 也有研究指出 不断集中精神 持续保持高产出的人 平均一天 能够集中发挥生产力的时间 不会超过6小时 超过了这个时长 工作效率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 冗长的工作 对生产力来说 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 无数研究都显示 工作时长较短的人 一般都对生活较为满意 日子也过得更加开心 在20世纪以前 生产力与工作时长的成长 很多时候都曾平行发展 在这段期间 人们与机器一同前行 但是在迈入21世纪后 机器人突然加快了脚步 其实 我们从2000年开始 就能够看到这种趋势 两名麻生理工学院的研究生 将这种情况称之为 大脱钩 无可否认 这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矛盾 其中 一位学者还提到 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类的创新 甚至从来都没有那么快过 但在生产力保障的同时 人们的所得中位数 却是呈现下行趋势的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的工作时长 也会无可避免地减少 今天 新的工作 主要都集中在金字塔底端 比如超市 快餐店 养老院等 这些是没有受到机器威胁的工作 至少目前还没有 但是以后就很难说了 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在这个世纪 我们将有机会 舍弃工作谋生的信条 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 劳动市场分配繁荣的效果 将会越来越低 若是我们想要抓住 科技所带来的好处的话 那么人类 终究只会剩下一个选项 那就是重新分配 大规模的重新分配 这种重新分配的对象 包括金钱 也就是我们在第一个 狂人梦想中 所提到的基本收入概念 以及工作时长 也就是缩短每周的工作时数 21世纪的教育 不应该只教导人对于进入职场做好准备 更重要的是 应该教导人们对于充实的生活做好准备 在未来 人们该注重的也许不再是工作 学校也不应该再是培养资本主义社会劳工的工厂 人们应该学会更好的享受生活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工作与身心的平衡 这样才能够过上充实且积极的人生 在这个时代 我们身处在丰饶之地 未来我们将有机会享有无偿的金钱 与一周工作15小时的乌托邦 但尽管如此 全世界其他地区 仍然有数以亿计的人口 正在过着一天 花费不到一美元的生活 就好比我在《贫穷的本质》 这本书的影片中提到的情况一样 这不禁会让我们开始思考 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法克服这个难题吗 让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能尝到丰饶之地的甜美果实 于是 作者提出了第三个狂人梦想 那就是开放国籍 抛开签证与护照 我们都知道在非洲以及印度等相较落后的国家 有许多穷人都在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 试想想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将这些穷人彻底解放 将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都提升至西方国家的贫穷限制上 即使这种方法真实存在 那我们会不会采取这个措施呢 就目前为止 答案是不会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早就已经想到了方法 也就是开放国界 但这个想法多年以来 也都只是停留在构想的阶段 却从来都没有人实行过 这里的开放国界 指的是对全球所有的人都开放 不局限于任何国度 不论是高学历者 商业精英 中产阶级 底层劳工 或是难民等 都一视同仁 那么开放国度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有四项不同的研究表明 根据目前全球劳工市场的流动程度 全世界生产盲额会因为开放国界 而获得介于67%到147%的成长 换言之 开放国界将能促使全球的财富 增长将近一倍 其实质价值甚至有可能远超这个数目 哈佛经济学家普里切特说 对劳动市场开放国界 所能产生的价值高达65兆美元 可是就计划而言 开放国界这个想法 听起来确实有点异想天开 但是你知道吗 在100年前 全球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 甚至比现在还要自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国界最主要的作用 其实也只是地图上的线条而已 那个时候 呼召还是极其少见的 接着 在1914年 战争爆发后 全球各国才纷纷将国家给锁起来 一方面是为了将间谍拒之门外 一方面也是为了将军力集中在国家内 可是21世纪的今天 已经不同于往日 在现代 各国的重点追求是经济成长 而不是昔日的战争霸权 显然 目前已经没有了继续封闭国家的需求 当然 经济成长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在丰饶之地的大门外 经济成长仍然是进步的主要动力 而这些动力 正是落后国家所需要的 要知道 全世界有好几十亿的人口 都因为国界的缘故 被迫只能够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工钱 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比方说 一个美国人 与玻璃维尔人 如果从事相同的工作 在技术 岁数 经验 性别等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 前者的薪水 依然会比后者高出三倍 如果将对比中的玻璃维尔人 替换成耐吉利亚人 那么这个差距将会扩大至8.5倍 而且 这还是依据两国的购买力评价 做出了调整后所得出的结果 因此 就劳动市场来说 国界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上 最大的歧视噪音 在19世纪前 大国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级 那时候 社会的不平等 来自于阶级的问题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 不平等已经成了地点的问题 种种的迹象都体现出出生地点 与国家的重要性 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中的8% 赚取了超过全世界所得的一半 可相反的 全球最贫穷的10亿人口 只占了全球消费的1% 而最富裕的10亿人 则占了全球消费的72% 这种情况与数据 显然是有失平衡的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有了重新分配的必要 穷人们难道就不值得拥有更好的收入 并且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吗 难道一个人的出生地点 就应该决定他接下来一生的命运吗 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所以 基于以上的场景 若是想要全世界的人们 都尝到丰饶之地的国师的话 也许开放国界 舍弃签证与护照 才是唯一的办法 就算是打开一个小缝 也绝对是人类 在对抗贫穷这场全球奋战中 最强而有力的武器 对比几个世纪前的人们来说 我们目前已经身处在 丰饶之地 但这个世界 仍然有许多问题 需要我们去解决 理论上 乌托邦指的 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这就代表说 我们距离真正的乌托邦 还十分的遥远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段距离 才促使了人们不断进步 不断地追求 也有人认为 也许乌托邦永远都不会实现 但这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处在人们心中的那份信念 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 我们渴望的 不应该是个完成的乌托邦 而是一个希望与想象持续存在 且活跃的世界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如果没有适时代代 那些天真的梦想者 现在的我们 一定还是处于贫穷 饥饿 肮脏 以及病弱的境地 其实说穿了 乌托邦就是一种想法 一种理念 正是因为有这种理念 有着对未来憧憬的向往 才促使了人类 以及社会的进步 让我们摆脱过去的痛苦 迈向光明的未来 就好比作者提出的三个狂人梦想 尽管就目前为止 实行起来也许会困难重重 但无可否认 这三个梦想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指引 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 引导着我们前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不错的话 就请记得点赞 留言 以及分享哦 最后 别忘了订阅爱人的频道 我将会继续为你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书籍 拜拜